今天台股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今天台股不像昨天 非常的激情的演出 先跌個100多點 尾盤又漲了大概200點上來 那今天就在平盤附近在那邊打混 那早上曾經有跌比較多 跌106點 然後又拉回到平盤這一邊 那目前的錄影的時間12點19分 指數大概就在平盤 漲跌都是連一點都不到 就是大概就是平盤的一個表現 那財要量也說 那目前錄影的時間 財要量是1590億 那預估量大概2155億 昨天的成交量是2519 然後前天更大是2870億 所以連續兩天的量縮 然後指數也貼在平盤 看起來就是一個盆盤的格局 那我的預言 我認為從現在到3月中下旬 指數你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突破的空間 上下都有限 因為 簡而言之它仍然就是一個 盆盤的一個走勢 因為今天才3月的2號 在3月10號之前 市長在等什麼 在等營收嗎 那3月的應該是21號吧 美國時間 台灣可能會落後一天 要等什麼 等年總會的升息 但其實我認為不會有意外 就是一馬 那3月底之前要等什麼 等所有的年報數字的公告 所以3月份就是等等等的一個月 等營收等升息 然後再等財報 所以市場 橋量它不會太大 指數 我認為變化也不大 因為其實你去看美股的走勢 這也是差不多 就是一個橫盤的走勢 昨天費半 收小跌 NASA稍微跌多一點 道瓊小漲 S&P500小跌 就走勢來說 費半就是 2月初的突破 然後呢 稍微打回來做一個橫盤 NASA也是啊 1月非常的強勢 那2月初突破 跟費半一樣打回來做一個橫盤 那道瓊就比較牛皮嘛 所以從11月12月份1月份2月份 大概4個月 盤在這個年限上去就下來 上去就下來上去就下來 上去就下來 趨勢上沒有改變 S&P500 也是一樣 1月漲一波 2月初見高點 打下來 橫盤做整理 所以美股其實 變化不大 雅股當然也就不會有太大的突破的表現 那我剛才說嘛 台股3月份 就是要等 等營收 等升息 等財寶 所以他沒有一個太有機會做突破的表現 這應該是沒有 就是一個橫盤整理 然後再來就是進入到一個個股的選擇 個股的操作 個股都會有表現啊 比如說昨天聯發課漲停板 因為他配期76塊 當然今天就做一個小拉回的整理 但人家形態上已經做了一個突破了 所以股價應該也是不會太差 然後股王 信華昨天衝到3,020塊錢 今天也打下來 但 人家都是連續大漲後才做拉回 就表示這個行情黏在那邊已經很久了 強勢的股票 你看從信華從1,700-1,800 漲到3,020塊錢 漲了大概只有七成 所以你看指數好像沒有行情 其實個股 非常活潑熱鬧 然後這一波創意 可以說是從大概650-700起漲 漲到1,215塊 也是幾乎漲了七八成 憑什麼 憑著是人家單季的 EPS超過10塊錢 1月份我們不談 11、12月份零收都是一個新高水準 那今年又有AI的新的棋場 所以股價一飛沖天 對照大盤 就只有漲1月份這一段 進入2月份 一路的橫盤 強勢股表現不是這個樣子 輪番大張 所以 我最喜歡這一種指數 你就按兵不動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trouble 沒有問題 空間不大 個股各自表現 各自發揮 所以這個又有說在等營收 等財報等升息 反過來 營收強的財報強的 或者今年的業績展望 非常樂觀 有最強的爆發力的 就剛提到那些股票 不就都會大漲 要勝 房東最高來到83塊4 雖然說稍微壓回一點 股價 天天刷新高 到今天量才稍微放大 83塊4 再創 全新的天價 欸 83塊4 你知道我們當初買多少 買在這邊啊 2月初55塊 然後到現在 3月初嘛 來到了83塊4 總共 已經賺了5成 已經賺了5成 結果2月份 大盤有沒有漲 沒有嘛 完全橫盤嘛 要勝呢 幾乎是75度角 天天向上 而且不容易漲停 但是天天漲不停 這種股票最容易抱得住啊 因為你漲停你會緊張嘛 可能隔天 什麼當中隔日充的 那個量很大 很容易就被甩掉 但天天創新高 天天漲 不太會漲停 但是 就這麼一個月時間 已經漲了5成 最標準的大波段行情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說 再來我認為3月份 還是走各股行情 有最強的營收的 最強的財報的 今年有業績動能最強的 成長性最大的 我認為都有機會 要剩盤移之類 都是 那IP5的部分呢 我說創意四星 四星今天最高來到1050塊 創意已經到1200 那你如果要問我說 資產家公司空間還有多少 我認為還有空間 但是你說要再長倍 我認為非常的困難 因為畢竟今年他們都從500多 600多 漲到1000多 1200 1000塊 你說從1000塊 1000多再漲一倍 如果這個業績沒有相當程度的大爆發 或者市場 可能比如說要漲到1800 20000點 不然真的很難 因為位階高了 利多其實也反映了一大部分 但你說IP股裡面 有沒有可以漲倍的股票 我認為還是有 一個是經理科 昨天來到206 今天在平凡附近做整理 因為今天大部分IP股就是 稍微拉回做一個整理 那我認為股價是越墊越高了 那昨天公布二月份營收 從一月份工作天數少嗎 只剩1900多萬 二月份是2950萬 雖然說也不算真的太好了 但是已經比 一月份12月11月10月9月8月來的更高 那大概僅次於去年的7月份 就是我就說 我回升回到正軌 回到正軌 但這只是一個OK的數字而已 3月份預期持續向上 而且4月份新的訂單新的頭片 預期就會開始交貨 但到時候業績就會出現一個 相當顯著的向上 這部分主要就是來自於工礦IC 那工礦IC的部分會迎來一波非常大的業績 為什麼 因為intel他是確定要 逐步退出工礦IC的部分 工礦IC的市場 要把資源產能 人力相關資源都挪去support 先進製程的 server notebook PC的處理器 因為他已經被AMD打的壓力非常大 要回防他最大的市場 所以工礦IC這一塊逐漸放掉 對他來說是一個小事 但對經濟科來說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因為光是不要說什麼 光不要說全球 光是大陸這一塊 以X86架構為主的工礦IC的市場 其實就非常非常的大 intel他可以逐步放 可能對他的業績影響 他認為 並不是一件大事 但這一塊市場 如果經濟科把它吃下大部分的話 經濟科後面 我認為 有個超級大爆發的機會 因為這塊非常非常大 所以光亂IC的部分會贏來一波大的業績 那預期 當四月份營收跳上去之後 這一波營收的高峰可能會維持大概一季到兩季 至少 至少 業績創新高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所以當初股價從 四五百塊跌下來 那怎麼下來 業績如果回到當初那個高點 那就漲回去 是有機會的 所以現在股價是 在200附近 從當初四五百塊下來 如果業績回到當初的高點或者創新高 股價漲回去 就超過倍數的空間 所以我就說 創意四星 力旺 漲到一千九 你說再一倍 太困難 這邊你要回頭去看 就是說 相對位階還在低的 積極低的像基因科艾普 相對有機會 艾普呢 禮拜四大早九點五趴到了兩百九十二 禮拜五最高來到二九八 昨天最高二九六 今天在二九四二百九附近 做一個橫盤的整理 昨天強勢的今天大部分都整理 合情合理 就是一個輪動架構 那今年除了intel會下大單 中國有平叉叉 藤叉 兩大客戶 估計中美總共有三大訂單 會有非常龐大NRE 的挹注 全力性的挹注 光這一塊加上既有的業績加上去 我估計今年EPS有機會達到二十到三十塊錢 那以低標二十來算的話 股價給你算兩百九兩百八 本因比大概十四倍 假設高標到三十塊的話 本因比只剩九倍多 所以九到十四倍 在IP股裡面非常非常低 力望一千九百多塊 本因比大概八十幾倍 創意跟四星今年估計賺三十幾塊 去年也大概三十 今年會有成長 我們先抓保守一點 抓個三十幾塊錢 本因比也都三十幾倍 三十幾倍 那如果說愛普 今年獲利有機會衝到超過二十塊錢 而且今年的全力金的收入 明年量產交貨 雲收會再進入一個爆發階段 也就是說今年是一個業績爆發的元年 那本因比只有九到十四倍 IP股裡面最低的 那你說 相較於股價已經漲到高點的創意四星力望 或者在低點的金融科跟愛普 誰相對有 翻倍的機會 我認為愛普相對有機會 而且前一次 但是他的股價是一千二 從八百多一千二之後 股價最高曾經漲到多少 六百多塊錢 六百五十塊 六百三塊左右 那現在股價是在三百都不到 所以離分割後高點 連一半都不到 但如果 今年在分割一分二之後 業績卻可以回到EPS 二三十塊錢 那也就是說 還原回去 如果沒有除以二 EPS可能就是四十塊到六十塊 超級大成 股價回到高點當然有機會 所以 你說IP股誰有翻倍的機會 那我認為金融科愛普 是再來 最有機會兩檔股 然後剛提到的最強勢的耀胜 就像 我測標講的 耀胜盤移 基本上都已經走出一個大波段的格局 他們幾乎是 每個禮拜 三天兩頭都在創新港 不容易漲停 天天漲不停 同樣都具備非常大的成長 然後EPS高 但是股價相對低估 所以這都上漲有理 221 禮拜二要剩70.6 72 71.6 每天漲漲不停 75.1 78.4 今天再來到83塊4 每天漲每天創新高 即便今天留了一點點上影線 創新高趨勢都不變 一個月的時間55塊買到今天83塊4 整整大賺了28塊4 賺了51.6% 有張老師常在講說 你要選到可以漲一倍股票 本來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就算給你買到會漲一倍股票 你要從頭爆到尾真的把一倍賺起來 那是難上加難 但最好的方式是如果 在一個穩定的市場行情裡面 找到那種業績數字非常棒的金平股 一段賺他三成 那三個三成就是一倍嘛 至少這樣的方式相對容易達成 而且以漲老師的選擇功力 想要賺三成股票並不難 但如果說一次就大賺五成 那你按計算機按一按嘛 1.3成1.3成1.3成2.19 三個三成超過一倍 1.4成1.4是1.96 所以兩個四成接近一倍 那如果1.5呢 1.5成1.5就2.25 所以兩個五成也超過一倍 所以你不用說一定要一口氣賺一倍啊 就是說你可以用好的標的 一個波段賺完再換一檔 一個波段賺完再換一檔 其實那個累積起來 也是非常可觀的獲利啊 所以當要勝一口氣就要賺五成的話 其實 我大可以在這邊把它全部出清嘛 下面再找一個三四成獲利的標的 其實累積上去就是一倍了 那只是說 本益比今天漲到83.4元其實 也差不多十月本益比而已 因為公司 他就說今年 綠能超過四成成長超過六成 算一算獲利超過八塊錢 相關的綠能 而且他有電動車他有server 其實本益比十五二十倍的比比皆是 他的本益比到漲到今天賺了五成都還有十倍而已 所以你說如果說從這個位置再往上漲 其實我認為都不必預設高點 可以賺五成或許很快就可以賺六成 所以這就是個大波段格局的股票 那盤1我說也有類似的一個架構 222禮拜三 趁著拉回買進很快就算 因為當天買41.2收45.2 趁著跌4.4%買 收盤漲4.87% 他當天就賺了超過9% 之後呢就來創新高 46.2% 46% 45.6% 今天再來46.95% 波段的新高 那天天收紅啊 紅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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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線紅棒紅棒紅棒 幾乎每天都收紅棒 三天兩頭創新高 然後他也同時有聯發科旗下的華漢透過投資公司的入股 聯發科集團也有透過投資公司也有入股 兩家公司都合作開發相關的比如說server物聯網 這個醫療相關產品 共同開發 然後共享通路 所以業績大好 去年第三季的營收 已經先創一個新高 十一十二 十十一十二月份第四季的營收 季增超過29%大概接近三成 連續兩個月創歷史新高 代表就說他跟這些大公司的合作 中校已經上來 然後營業規模擴大 費用率就降低 毛利率盈利率整個拉升 所以去年大概第四季可以賺 接近一塊 去年大概就兩塊的水準 已經是一個過去的一個新高水準 今年呢 紅海聯發科 持續的深度的合作 灌單 今年估計要上看六到七塊 那我也說今年的IPC工業電腦 本來就是一個大成長年 美國 國防授權法 要求很多比較敏感的電子產品 你的產地就是不可以在中國 所以什麼安控啊 IPC一堆訂單 去中化 IC 轉單來台場 還有包含網通都是 所以IPC今年這塊也是大成長 那同時又有兩家大公司的益柱 今年如果可以賺六到七塊錢 目前股價四十幾塊 這概念不是跟當初要剩買在五十幾塊 股價慢慢漲到六十幾塊七十幾塊的時候一模一樣 一個賺八塊的公司股價只有五十幾塊錢 就算給你十倍的本益比 現在真的漲到十倍了嘛 已經來到八十幾塊 當初五幾六幾七幾都是低估嘛 所以股價一路漲上來 我說這叫理所當然 因為就被低估了嘛 今天爆發力又大 又是熱門產業 股價就走一個大波段的格局 同樣的盤儀我認為跟要剩一樣 具備同樣的格局 現在股價是天天漲 那今天又刷新一個新高紀錄 看起來量創新高跟當初要剩一樣 股價創新高量越漲越少 從馬都沒散出 這種股票就是大波段的格局 IPC另外還有愛訊 昨天創新高今天早上又來到新高 73.3 稍微壓回一點 目前維持小漲 那股價連續創新高 我們買多少 買68 12345 大概五天時間已經來到73.3 最多賺5.3元 所以幾乎黨一黨股票都是 進入到一個波段獲利的階段 去年六塊半 今年超過八塊錢 新訂單 歐系大車廠新訂單 三月份開始出貨 那股價當初六幾嘛 我認為抓個十倍本銀比 今年如果賺八到九塊錢 股價也是超過三成 所以是不是黨黨都是超過三成的 非常棒的精品股 然後進入三月份 當然要有一輪全新的佈局 因為我也不會再帶大家去追要剩 這種已經漲五成的股票 那其他漲了還不多的趁拉回 或許可以再做加碼 但是我們又有一輪新的佈局 那目前呢 不覺得股票目前已開始進場的有兩檔 一檔是公共加AI的雙題材的股票 投片量大增 三月份開始交貨 營收會一舉衝高 三月份 就現在這個月 同時具備AI加工控雙題材 光股價空間超過五成 那股價八十來塊 大小資金都可以輕鬆買進 同時另外也有一檔 八十幾塊的新標的題材 我先保留 都今年都具備大成長的題材 其實波段的潛力都不會只有三成 但是呢 我說我們不要太貪心嘛 就是一波一波的來 如果每一波 可以穩穩的達成三成的獲利目標 三四個三成其實那就是一倍 三個三成就一倍 那如果說二十幾趴三十幾趴 這樣子搭配起來 三四檔就一倍 所以三月份就是全新佈局的一個月 如果說在第一個禮拜 你就可以買到最強的標的 掀持得點 有一個好彩頭 進入到一個獲利的一個節奏的話 未來這一整個月或者未來這一季 你都會做得非常的順利 那我們今天是買的都是金平股 都有最好的毛利率 銀利率 EPS 成長性 所以我選的金平股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信心 所以三月的一開始 我也準備了333金平股 要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來協助大家在三月一開始就選到最強勢的股票 然後有一個相當不錯的獲利 然後讓後面的節奏就是越做越順 然後可以賺一個大波段 那何謂333金平股就是三月份 有三檔 三層 漲幅空間的金平股 333金平股 總共三檔好標的 要跟大家做分享 那要鎖取的方式也很簡單 你就加入我的LINE 或者是FB LINE 掃一掃 任君加入 隨你開心 看你喜歡用什麼 加入之後呢 留下你的ID或者你的電話 LINEID LINEID或者電話 那就可以 鎖取最新的333金平股的資料 那機會難得 請大家好好把握 這個都是最棒的標的 那看完節目也請幫我按讚 加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每天準時收到我最新節目更新的資訊 也祝大家超順利 明天再見 你接著 握了 我們來看見 你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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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著